7月份 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.8% 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.1个百分点 连续5个月处于二十代 面对物价上涨的压力 今天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后期水果蔬菜价格的回落 我国物价总水平有望保持基本稳定 进入7月份 由于石令水果大量集中上市 市场供应充足 水果价格整体出现了回落 而且回落幅度还比较大 8月上旬 苹果 橙子 梨 西瓜和香蕉五种水果 平均零售价格为美金6.0元 与7月上旬相比 下跌6.7% 其中苹果价格开始回落 西瓜 梨价格降幅较大 分别下降19.3% 20.3% 随着石令水果的上市 特别是今年苹果和梨的主产区 对整个的生产的形势非常的好 风产丰收在望 所以预计后期的水果的价格 还会进一步的回落 蔬菜方面 随着蔬菜大量上市 价格明显回落 36个大中城市的监测数据显示 8月上旬 15种蔬菜平均零售价格 回落到美金3.02元 比2月中旬高点下降28.6% 其中黄瓜 圆白菜 西红柿价格降幅较大 分别同比下降12% 9.2% 8.4% 预计后期价格将继续回落 并保持季节性波动 影响我国物价的主要是结构性因素 随着水果蔬菜的价格回落 夏凉丰收 农产品文产增产 工业品供应充足 我国物价总水平有望继续保持基本平稳运行态势